日前台东市发生一起79岁老翁插撞前车滑向对象车道 造成机车歧视闪避不及铲死的事故 引起民众对于老翁是否有足够能力及反应来驾驶车辆呢 台东接警站表示说老人家因为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将列为重新检测对象 近期会发给通知要求老人家们要重新进行体检还有感知能力测验 确保行车安全 台东临海路发生重大意外事故 一名机车骑士因闪避不及迎面撞上 伤众死亡 许多民众也开始注意到高龄驾驶对用路人的问题 对前日发生在我们台东县临海路的一起比较重大的交通事故 那驾驶人就是我们比较属于高龄层的一个驾驶的这个长辈 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些措施或者一些作为让他可以更安全的去驾驶他的车辆 对于这样的不幸事故令人扼腕 台东接警站表示老翁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以符合强制重新检测的对象 我们会另外再做一些通知来做 请他来做体格的这个体检 然后做一些我们例行要实施的这个高龄的认知的测验 来检视一下他是不是符合可以再驾驶的一个规定 那如果符合这些规定 当然可以再合给他可以驾驶的这个驾照 台东接警站强调将会确实把关换照制度 确保所有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